插画家同时她也是街头艺人的蔡慕成 2017年透过一次看展经院 用画笔在素描本上把人的脸涂黑之后 创作出一个黑色源头人生的心灵寄托 也创作出人生系列的八酷点点作品 目前正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来展出 展期到4月23号 欢迎喜欢艺术创作的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蔡慕成是街头艺人也是插画家的她 以谢谢你看见我为展览主题的八酷点点人物系列作品 目前是在郭子舅音乐文化会馆展出 2017年的时候她在一次看展的经验当中 用画笔在素描本上 把她对于人的诠释创作出来 就成为她后续就5年来创作灵感的来源 八酷点点人生系列 其实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 我去台北看了范古的展 然后跟长玉的展 然后我就开始启发说 诶好像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 那我在看范古的展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很认真看范古的颜色堆叠啊 然后很美这样子 然后但是就有两个阿姨就说 诶那个范古不是神经病吗 然后我心里就有很多问号 我想说可是范古是神经病 那你现在是在为了神经病来朝圣吗 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心情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嗯是不是我可以画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来表示说我内心里面的问号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素描 但是素描之后呢 我就把人脸涂黑 涂黑之后八酷点点就出现了 其实八酷点点他出生之后 他就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创作上百张的作品 那我就想说如果我的作品可以展出来给民众看的话 可以更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人间有什么样的感觉 以及我希望可以跟民众做一些连结 让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文字 可能在民众的生活经历或者是成长过程当中 有一些连结的关系这样子 蔡慕成表示他觉得以点线的方式能够表现出人生的系列作品 在画纸上表达生活周遭所遭遇到的各种令他能够创作的来源 2017年创作出八酷点点 期盼透过八酷点点启发更多人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给更多人心灵的寄托 记者林杰华林氏采访报道